大家好,我是可思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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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呀吼! 今天的內容就是,比較嚴重的話題。 最近有一個網紅,去了北海道,去了頂級的飯店, 遇到的服務,他們說是, 最爛! 就是日本最爛的飯店就是那個飯店。 很多粉絲也跟我說,你覺得這個怎麼看? 是不是這樣子,歧視法連的飯店是不是很多? 不是觀光大國嗎? 然後有人說,我是台灣生活很久嗎? 然後日本的事情也懂的話,這個狀況你覺得怎麼看? 這樣子跟我說。 那這個部分我想要分享給大家, 實在是很多人寄給我的那個連結,所以我也看了那個影片。 第一個感想,看了之後就很心痛是真的。 因為是家人旅遊,奶奶也在,辛苦的狀況是大家也會懂嘛。 然後就希望是跟大家一起好的回憶,怎麼變成那樣。 而且他們去的不是沒有人知道的那個地方。 就是大家都知道,然後日本也是很重視的北海道這個地方。 然後覺得到了那樣的對待,然後就覺得被丟臉是真的。 日本的飯店也,然後那種態度。 面對問題,或者是對英語外的理由か。 那種態度我覺得是非常的不應該。 然後就覺得痛苦、丟臉。 直接的感想是這樣子。 然後第二か。 最大的問題點就是飯店的態度。 不管怎麼樣。 絕對是最大的問題。 而且是不應該那樣。 因為我看到了他們收到的那個那個 Booking 的民意啊。 或者是飯店達到的那個訂單的資訊。 看到了Booking那邊有很大的問題。 但是Booking就是從前的問題。 或者是飯店的問題。 不管是誰的錯誤。 飯店不該那樣的對待家人。 他們的樣子就是非常的歧視的樣子。 很明顯。 就是完完全全是 沒有資格講服務業這個態度。 所以我覺得是 不管問題出現在哪裡。 服務業的人不該這樣。 對待所有的個人。 他們是基本的資格都沒有。 還說是私心咯。 但是對客戶的態度。 還有設備。 後面的處理。 真的是沒有資格。 就是我是一個 反好的方向來想的人。 一直找有沒有好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一個事情是好的。 大家知道了。 不該選擇的集團是誰。 這個事情是 對接下來去北海道旅遊的人來講的話 是好事情。 我們都知道了他們的名字吧。 那我也去北海道的時候 不會去他們那邊。 也不支持他們集團。 應該是很多台灣人也覺得 也絕對不選他們。 這樣講吧。 不要讓他們賺到錢比較好。 之後他們做什麼 赤銷活動啊怎麼樣。 我不會支持他們。 這樣之後他們才可以學到。 或者是他們旁邊的飯店也是 很好的教訓。 如果是晚上訂飯店也是 有可能是這樣的問題會發生。 也是很好的學習是真的。 但是呢。 真的呢。 說是很好的學習。 但是我覺得 不該那樣。 但是事情已經發生了嘛。 往好的方向來想的話 我覺得是這樣。 然後其實我們真的蠻希望的事情是 他們接下來去其他地方 或者是阿嬤也是 去其他地方的時候 希望不要所有的地方 就是這樣來想。 下一個我想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很多人說日本是觀光大國。 日本是觀光很棒。 我覺得很開心。 但是必須要講的事情是 日本對國外的這個觀光業的服務 只是這個幾年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是很多地方是沒有發展到。 是事實。 國外的旅客 之前是沒有這麼多。 日本人 本身很多人 而且是很有錢。 而且是平均年齡也是很年輕。 那個時代是 日本人過去國外的時代嘛。 然後這個行業是非常的繁榮。 所以那個時代是 從國外過來 日本的人群是沒有那麼多。 很多的交通、很多服務業 包含飯店也是沒有那麼的 成熟時間的。 日本國內的飯店也是 之前是只正對自己國家的人而已。 給大家看一看。 這是這個。 這個是年份呢。 然後這邊是年口嘛。 藍色就是日本人出國。 這個紅色是外國人入國。 之前的時代 日本人出國是多很多。 外國人變多是什麼時候。 這個時候有一點點起步了。 但是變超多是2014年之後呢。 2014年終於這個不一樣了。 開始改變了。 現在是2023年。 這個變化是還不到十年。 所以之前的日本的飯店是怎麼想。 日本的服務業是怎麼想。 不需要英文啊。 不需要其他的語言沒關係啊。 因為外國人的旅客那麼少。 不是重點啊。 接待日本人就好了。 這樣的心態嘛。 只看我們的老客戶就好了。 外國人過來的。 有一點點。 但是那個是新的。 可憐而已。 而且是連續也那麼少。 沒有那麼多。 不會重視這樣的心態。 現在不一樣了嘛。 外國的旅客變成那麼多。 不是想要保護日本的那些飯店業什麼的。 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事實來看。 外國人爆炸性的增加。 這個10年內而已的事情。 即使是很多的飯店。 或者是很多的日本的觀光地點是還沒有國際化。 然後飯店也是這樣被沒有辦法更新。 現在面臨的是找不到人。 不會外遊。 這個不是很多人自在講嗎。 為什麼? 是因為是這個理由。 非常不應該。 但是有一些飯店有一些服務業是 還是有那種歧視外國人的那種態度。 是為什麼? 是因為是沒有發展。 剛開始發展。 當然是新的飯店啊。 新的想法的人啊。 想要努力的往外看。 希望是更多外國人過來。 非常歡迎。 這樣的飯店也是有。 我知道是很多台灣人也是在日本工作嘛。 是為什麼? 是因為是台灣的客人也很多很多。 開始往外想的飯店也是有的。 例如說那個台灣的旅遊展。 然後日本的飯店也很多人過來嘛。 這樣子的飯店的存在是有的。 為了國外的客人。 那需要什麼東西比較好。 這樣子。 能力想的飯店絕對是有的。 但是一定要講的事情是。 不是所有的飯店就是這樣。 還是很多老飯店。 或者是很多的地方是。 概念一直都是之前那樣。 我覺得是。 很多地方是經驗也少。 歷史不過深。 概念也沒再更新。 我看到的時候是。 就覺得。 嗯。有吧。 那種感覺。 我不覺得是。 不可能。 真的。 我也去了很多很多的觀光地點嘛。 日本的。 很大的城市到很鄉下的地方。 並不是所有的地方的交通資訊啊。 還有服務。 都還不是很完善的狀況。 就真的。 台灣的大家說。 日本很棒的。 去日本很開心。 當然我聽到的時候也是很開心。 很多人覺得很開心的。 那個情人啊。 就跟我分享也是。 很開心的事情。 但是。 應該是大家也知道嘛。 不要認為是。 全部都是完美。 或是什麼的。 沒有。 我覺得是。 很多地方是。 還不夠承受。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了這些地方的時候。 這樣子的。 影片出來。 或者是。 Facebook。 Google那邊的那些。 留言是。 我覺得是。 很重要的。 下一個人過來的時候。 可以看嘛。 這些留言是。 我自己也是呢。 去旅遊的時候。 一定會看嘛。 可以學到。 然後就。 這個飯店不行。 好的經驗。 不好的經驗。 我覺得是。 講出來是很重要。 可以參考嘛。 日本的很多飯店也是。 從這邊可以學習。 發展的速度也是。 趕快是。 所以這一次的事情。 多方面可以學到了很多事。 日本很多很多。 很多觀光的地方是。 還是需要。 進步時間的。 不少的人也。 應該有遇到過。 這樣的問題。 政府也說。 需要。 要靠觀光。 這樣的話。 應該快視的。 要變化。 改藥的水準。 是我覺得需要。 以上的內容。 完全沒有。 想要。 保護他們。 就沒有。 我的意思就是。 改藥到的地方要到。 大家要選擇的時候。 看哪些資訊。 然後就好的地方去。 意思就是。 改淘汰的地方。 改自然的淘汰嘛。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很需要。 很難講的一個影片。 題外話。 意思呢。 是不是日本人都。 其實。 法人。 不是。 這個事情呢。 很容易發生了這些問題。 然後。 都是這樣子嗎。 不是。 都是。 就在台灣的。 我也是覺得。 很多台灣人是。 喜歡日本。 或者是。 喜歡去日本的人。 也很多。 但並不是。 所有人。 其實外國人的人。 台灣國內也有。 任何地方都有。 都有。 都完美。 也不可能。 但是。 每一個國家。 都有。 很棒的地方。 很棒的人。 我們去之前。 好好的選擇。 是。 選擇需要。 然後這一次的事件。 讓我們學習到的。 這個選擇是。 做的。 很好的學習的機會吧。 至少讓大家。 少了一個錯誤的選擇。 這方面來看的話。 是好事。 但是。 是飯店業的朋友。 我有很多飯店業的朋友。 然後。 飯店業很難做。 其實我知道。 但是。 完全不容認他們的行為。 是錢的。 他們改要倒是錢的人。 請大家。 不要讓他們。 如果是錢的。 看了他們的態度和賺錢之後。 我覺得。 很多日本的飯店業的人。 也覺得很生氣。 是。 是因為我看過了很多的。 認真做的飯店業的人。 然後。 他們的努力也看了。 那麼爛。 吃完的。 不是大家而已。 應該是日本的很多人也。 媽媽。 分からない。 掰掰。 。 掰掰。 掰掰。 是。 很難的。 是你最難的。 是沒有忍視器。 是你誰。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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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